它麻醬的香氣就直接散出來了 它那個麻油味很重欸 你覺得我把麻油的菇是什麼欸 一種菇類 新式吃了Buffball Besties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禎 我忘記 我要先了欸 太習慣明雪先了 好的 今天就是我們兩個了 因為明雪的腸胃還是不太舒服 所以超常這種重鹹重口味的食物呢 就由我們兩個代打 是的 我們讓它好好休息啦 休息啦 不然它有點這樣身體爛 大家一起罵罵它 對啊 這樣去看醫生多休息 早點睡覺 少喝飲料 欸 這一生變得罵它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箱這次的 Seven醫院新品 來 老母糖黑糖布丁風味後奶 39元 它寫特紅黑糖喔 然後我對黑糖就是沒什麼興趣的人 所以 交給你 公正公平公開 沒錯 我知道是什麼了 布丁雪糕 小時候吃的 布丁雪糕的那個黑糖的那一塊 然後融化成這個 對 就是這個 這真的很像那個冰的味道耶 它有點融合啦 有點跟黃色融合的感覺 就是真的很像在吃那個冰棒 它變成液體了 但我覺得好喝耶 是好喝 但如果 就是你可能都點無糖還是什麼的飲料的話 突然喝這個會覺得有點太過甜 但喝第二口第三口 是還可以接受啦 它就蠻像超商的 一般正常甜 然後奶感很重耶 喝到後面那個嘴巴那個奶濃郁很棒 我覺得這是因為我想要同年 所以特別喜歡 而且它沒有黑糖我會怕那種酸味出來 嗯嗯嗯嗯 所以可能沒那麼真實的黑糖 對 但是垃圾但好喝 對是好喝的 那布丁風味厚奶 我們給它喝出是 7.5 焦糖海鹽布丁45元 然後裡面就是兩顆 那時候我們再賣一個就好 對啊 哇 你選 我幫你我幫你來 小嫩B 什麼意思 結果我也開不了 欸你真的沒拿開咧 前往耶 哇 好MAN喔 很綿那種耶 基本上沒有氣孔 然後最下面有一層一體的焦糖 還不錯喔 看起來很厲害 嗯 而且還有焦糖水 真的有一點點帶鹹鹹的感覺 嗯嗯 有點海鹽味 但沒有說到鹹 嗯 然後我覺得它的焦糖比較偏甜 因為有的焦糖它會帶苦 嗯 就是中和太甜太膩的感覺 但它焦糖也蠻甜的 都很甜 但不會很綿 是因為它有加那個海鹽的關係嗎 有可能 然後加上一小個其實還可以 但如果說要不是要兩個 我可能還是會覺得有點多 嗯 很濃很綿 然後有點奶酪的感覺 對 跟很多那種 布蕾比起來 還是蠻甜的 焦糖海鹽布丁 我們給它付出是 7 6.5 浴料小管豆乳雞 45元 豆乳雞有吃過嗎 有 嘿 我在台中很常吃 不知道為什麼台中夜市很常見 好 裡面大概就是 4-5塊 4塊大的 其他都很散 然後顏色還蠻深的 感覺 很入味 很有味道 就微波雞 嗯 但是很香耶 嗯 剛剛有微波雞 它的 表皮味道真的有 你也吃個舞雞 會吃到那個 嗯 特殊的香氣 就有點鹹酥雞的感覺 但又不是走胡椒路線 對 有點像是 去自助餐 買那個 餐點的時候 然後不會有附那個肉 有點像那種自助餐做出來的 只是很可惜 它就是皮味很軟爛 但是香氣有到 我覺得還行耶 然後也蠻鹹的哦 就想要趴飯吃 嗯 還不錯 香 那豆腐肌 我們得分數是 七分 北海道鮮奶油巧克力脆皮泡芙 55元 它就這樣一整條 然後軟軟 它就是什麼 菇蘿泡芙嗎 脆皮泡芙 但它也沒有到脆皮 裡面是很軟的那種 然後裡面的餡料 欸 滿滿的耶 哦 好讚的感覺 然後就是摸起來 巧克力也是會半融化啦 沒有那麼硬 沒辦法 欸欸這個會爆漿耶 它沒有脆皮 但是真的有那個泡芙感 滿甜的耶 有一點點白巧克力的感覺 奶油味也滿重的 但我私心會想要它可能 表皮的巧克力再脆一點嗎 就是真的會有想要那個脆皮的口感 它整體 整體比較軟爛 比較像是好像 裹了一層巧克力醬 它的甜比較單調耶我覺得 所以會有一點膩 然後也不像那種香草啊 卡士達那些 比較奶油 它可能就是主打那個北海道奶油啦 奶油是好吃的啦 還不錯 奶油泡粉 它的分數是 5 4.5 好 嗯 5分好了 5分 滷肉掛包 59元 OK這個掛包 它上面有一個花生粉 你微不前要記得拿下來喔 來看看它的料 它雖然都 位移了耶 好像沒辦法 因為它們運送過程 對 就會跑出房間 來 加上花生粉 好好喔 它的花生粉是有什麼 糖粒 對很大的 然後你拿桌子泥給我 什麼意思 對不起 這好難 這好好好 好會噴喔 那我花生粉我也是喜歡吃有糖的 不然會很乾 嗯 我也是 但它的糖粒好大 對啊 很明顯耶 嗯 這塊很油耶 它肥肉的人不能買 他們家比較油耶 它那個的油 很爽 就是我本來吃掛包就會吃到肥肉的人 然後那個豬肉的味道好像豬皮味 其實也蠻濃的 豬的膠質的味道 然後麵包就是有點像 蠻好的 就普通掛包會有的那個麵包 麵包的口感 但還行 它以微波來講這樣還蠻厲害的 對 嗯 酸菜沒有到很酸 對 還好 但我自己私心會想要它的那個 花生粉再多一點 因為我是自己也會加很多人 然後我還會加香菜 所以這樣對我來講 有點空虛 那這個掛包 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6.5 5.5 麻油猴頭菇湯 65元 裡面呢就有蠻大塊的猴頭菇 然後一些薑片 高麗菜 然後金針菇 明天會見到的東西 謝謝 那我剛在瑋波拿出來的時候 它那香氣就整個直接 散出來了 它那個麻油味很重 它菜是那種滾得超級軟爛的 我喜歡耶 就火鍋煮到最後 你才拉開 你才撈起來 很甜 你幾乎根本不用花力去去咬它 如果你比較喜歡吃有口感的話 你可能會失望 它會就化開 這種滾 嗯 牛糊是什麼 一種菇類 它總共裡面好像放了 3塊猴頭 算大塊 對 其實我本來預想猴頭菇 它會吸滿那個汁 然後牙椎爆漿 但其實還好耶 我的沒有爆 我的也沒爆 不是很喜歡吃那個麻油雞 就是麻油味很重的那種 它還好 是可以接受放的 而且湯真的好喝 然後高麗層很散 這湯超棒 然後薑味也蠻濃的 所以怕薑喝不行 那這個麻油厚豆腐 那我們給它的吩咐是 7分 楊哥楊嫂南部傳統粽 79元 欸 打開以後裡面就是真正的粽子 葉子耶 欸 這不像微波的啊 這就是我剛剛在那邊有口買的耶 哇 哇 這是妙口的 而且還有蛋黃 很棒耶 我們把它裹拌看看 哇 微波厚很很軟 這邊有一些肥肉 然後這應該就是鹹蛋黃 肉也是這種一絲一絲的 在肉粽裡面常見的 那個香氣就不像微波的啊 口感也不是微波的 對 好吃耶 好香喔 可以 這個可以耶 我覺得吃粽子就是要吃到花生 嗯 它可能因為微波 它瘦肉沒辦法均勻 所以變成外表是像 南部狀的那種比較軟軟QQ的 那裡面內心或底部 可能就比較粒粒分明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沒有辦法整顆都很完美 但是以這樣的味道來講很棒 然後不會太鹹 嗯 南部傳統中給它的分數是 8分 8分 最後一個 辛麻辣麻辣湯 89元 還有豆皮 然後就比較厚的肉片 兩塊鴨血 一些高麗菜 然後可能 丸子火鍋料類 魚蛋類嗎 豆腐 然後很多麵 可是麵感覺已經泡的蠻爛的 嗯 湯蒜少一丟丟而已 交給 會吃辣的小禎 就是丹丹 麵太軟了不行耶 嗯 肉好吃耶 肉好吃 QQ的 然後彈彈的 嗯 不會乾喔 它的那個辣很香 嗯 真的有麻辣鍋的感覺 然後配一點胡椒的辣 嗯 胡椒味有 但我現在吃下來 覺得它的辣 應該 會吃辣的應該算微辣 微辣嗎 好 這倒 差不多 因為這個是我中辣了 嗯 但我覺得這個辣會疊加 所以整碗我吃不了 然後它的豆腐是 沒有沒有吸入湯汁的那種 但是是口感是好吃的豆腐 鴨血呢也是比較普通那種 會帶一點點微色的感覺 哦 這丸子好吃 很像麻辣魚蛋 它Q度飽食的還在 而且很脆脆的 重頭味的宵夜 鹹度也很過癮 麻辣鍋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7分 7分 來 那我們這次7月1月的MVP 我們給 就是它 一致決定這個 南部中 兩個北部人居然選南部中 那裡鼓勵 這真的好吃 而且它真的 買回家不像是 在微波 超商微波裡面會吃到的那種口 對 我如果給我阿嬤吃 阿嬤也會想說我在哪裡買的 他根本不會相信我在小七買的 他可能還以為是你包的 對 好吃 那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買一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想說 還有喜歡我們做的事情 可以給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忘記 Follow我們的 Instagram和Facebook 想支持我們 還有加入頻道會員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